這張這麼漂亮的桌子其實不是一張普通的桌子 而是一張冷凍桌子 剛剛拿了最佳學生發明獎的銀獎 我們馬上跟豬同學聊天吧 其實這張桌子最原本是一張白色的木桌 買回來之後就刮通它 放火牛、散熱器、三彈的支架、製冷片 一個顯示板顯示這塊板現時的溫度 因為它有兩個功能 一塊板有製冷和製熱 如果高溫時就可以告訴師傭者 這塊板的溫度是多少 就讓它們不要碰到受傷 放兩塊瓦加力的膠片上去 然後就組裝製冷 製冷板和雪種不同 耗電量非常低 相對地還比較環保 這張冷凍桌子 就可以幫我把這個飲品 在一分鐘之內改溫 讓我們做個小測試吧 它現在大約由剛才的25度 跌到現在差不多22度 跌了3度左右 之前比賽一分鐘可以跌到8至10度 那為什麼今次只跌到3度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杯子的全度 因為其實杯子現在是有少少粒陷 接觸面就可能少了 明白了 那是什麼啟發你發明這張桌子的 夏天的時候 在一些餐廳裡 一些有冰的飲品就會很快就用 就保持不到溫度 還有令到飲品就沖淡了 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張桌子 可以長期令到飲品維持低溫 這樣又可以節能的話 就可以一舉兩得了 感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